hello大家好 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以望 今天呢 我又收到另外一个朋友的留言 他说呢 就是他将会 将即将很快的来澳洲打工 也之前有时一个朋友 一个网友也是 他的女儿也要来澳洲打工 现在蛮多这个walking holiday 这种情况的人 然后呢 这个朋友就说呢 说他对澳洲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家里人很担忧 自己也有点怕 然后今天呢 他就让我拍一下 多拍一些关于澳洲的情况 其实呢 我跟大家说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那么害怕 当然了 首先在你都什么都准备好的情况底下呢 应该是都不用担心的 至于治安方面的话 如果晚上不乱跑 或者是不要认识一些不好的朋友的话 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 像你来到这边 如果有了固定 已经就是找好了住处的话 然后又有了 找到了工作的话 那就是更是不用担心的事情了 因为在这里的生活环境 澳洲生活环境圈子非常小 几乎就是家里工作 家里工作这两头跑啊 只能说最多是你会觉得闷的 发狂那种的 很闷啊 但是吃住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了 就是说工作也稳定的话 能有地方挣钱的话呢 就完全不是问题了 因为这里是一个星期出一次工资 你就是限挣 限花 也就足够了 甚至你都不用带多余的钱 只要工作是稳定的 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就说 我因为来这边 walking holiday的女孩子 男孩子都好啊 他们都是年轻人啊 我觉得应该有几样 应该要注意的是 因为我呢 公司也经常会遇到这种 walking holiday的朋友 过来找工作什么的啊 每个国家的孩子 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九严一点的时候 我希望就说 就是我现在目前为止 接触的大多数是 台湾的 中国的 然后马来西亚的 这三个国家的 那个孩子呢 walking holiday过来的比较多啊 但是呢 真正我会采纳的呢 可能马来西亚的比较多 中国的孩子呢 现在就新一批的啊 新一批的walking holiday 孩子过来呢 也可以就怎么说呢 不能说他不吃苦 不能吃苦 有的也是蛮能干的 但是呢 就是这批的孩子呢 就比较注重 就是做人处事啊 很懂事 很会做人处 但是呢 就是不能扎扎实实的干啊 就并不是那种 能挽起袖子来 很能干的人啊 不能 然后呢 也是不能受气 不能受累 就是心态没有放好 来到这里呢 就是有一点点不开心呢 就耍小脾气啊什么的 就是都会有的啊 因为就是 我想是因为你们 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啊 很多年轻人来澳洲呢 说walking holiday 觉得哎呀 看到人吸人 背着小包 就出去旅游 边挣钱 边打工 就感觉非常边玩啊 感觉非常好啊 但是呢 你要首先要明白一点 在西人的国家里边 人家是这样的 play hard working hard 就是说 你工作非常非常的努力 很累很累的 但是你玩的时候 也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去玩 这点你要分清楚 就是出来的时候 出来walking holiday 你不是出来玩的 如果你真的 家里有钱 那就不要说 那就说 直接说出来 holiday就好了 不要说出来 working holiday啊 你要凡是 以working holiday出来 你需要工作 凡是工作 你上到你的岗位上 就肯定是会辛苦的 不可能不辛苦啊 但是呢 然后台湾的女生呢 就比较弱一点 台湾的女孩子呢 来呢 来到这里呢 第一个是英文水平不够 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赖我这边应征的 会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英文水平不是很好 一般没有办法 就是来应付 我的这个工作 然后呢 再就是比较弱 就是气场不够 比较 就是很 虽然很可爱 很温柔 但是就是比较弱 这是年轻的一代啊 然后我这里还有一个 女孩子 是289岁的女孩子 非常阳光 非常棒啊 一个台湾女孩子 也是就是满场飞啊 就是非常 非常棒的一个女孩子 但是呢 我觉得她是 与她的阅历是有关系的 而年轻这一代的孩子呢 来到这呢 比较乡下来的孩子 比较能吃苦 但是呢 就是英文不够好 气场不够足 这是他们 就是出现的问题啊 我最喜欢的是 马来西亚的孩子 马来西亚的孩子呢 来到这边呢 非常简单 人就是来挣钱的 就是说 人家就是来铺着这就挣钱 挣钱之后呢 养活自己养活家 可能就是这种孩子 我觉得其实 在于他们这孩子当中 能力嘛 上下 其实我觉得都差不多 只是思想上的问题啊 就是说 你在来 working holiday 来之前呢 你要做好的心理准备是 心理准备是 你来这里是 就肯定会 肯定会吃苦的 就是说 这种吃苦呢 并不是说 哎呀 多遭罪 多遭罪 因为你出来干活的 哪怕你是在 西人的工厂 做工也好 他都是会把你工作流程 安排的满满的 人家 你和别人拿一样的钱 别人做一样的工作 你就一样 你就要做一样的工作 不会因为你是agent女孩子 你是娇小可爱一点 或者是你因为你撒娇一点 你这工作就可以少一点 是不可能的 就因为你的工资 拿的是和别人一样的 别人做什么 你就必须要做什么 所以你本身的心态 要放好的 就是说 你出来 你就是准备好 上班 就肯定是辛苦的 没有 在澳洲这种地方 没有说不辛苦的 每一样工作都辛苦 哪怕你是坐在办公室里边 也有 就是说 办公室里边做纸张 也是非常stress的 这边的西人就这样 讲效率 效率是工作时间以内 就是投入全部 工作以外 就什么也不想 该玩玩 该疯狂疯狂 所以 这就是我们西人和唐人的 就是想法不同 因为现在新一代的孩子 过来之后呢 有时候他们就想的很浪漫 想的很简单 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并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也并不是那么复杂 并不是那么复杂的 就是说 你心态只要摆好了 你工作辛苦一点 回家累了 最多睡一觉 起来之后呢 什么压力也没有 到时候按时领工资 领了工资之后 你就可以enjoy life 就是这么简单 还有一点 就是最近 给我留言的朋友 台湾的比较多 台湾的孩子呢 就说 英文是很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出来之后呢 你不一定要连续句子会说 像我的 可能英文都不是说最好的 但是至少你可以用简单的词句 可以表达出你想要的东西 这是你生活上必须用的 必须最基本的条件 所以英文水平一定要能敢说 还有这个问题 在海外 其实有些时候 我不一定是英文说的好的人 但是我是 毕竟是脸皮厚的那个人 所以 但是我宁愿请脸皮厚 英文不好的 我不会请一个脸皮薄 英文好的人 为什么呢 你英文再好 你脸皮薄 你不敢说 也是没用的 因为你必须要实践 必须尝试着去说 你才能去学到东西 对方才能愿意沟通 当你一个非常灿烂的笑容 对着你的customer的时候呢 然后对方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呀 就算你不会英文 他也愿意很耐心的去教你 和你交流 然后你的交易就成功了呀 所以当你英文再怎么好 可是你shy 你不敢 你胆怯 令到对方很不自在 对方都 比方说你说一句话 脸就红了 对方都不敢和你说话 因为对方怕自己一旦说什么 你不懂会令到你很尴尬 是吧 所以脸皮厚呢 要比英文好 更重要 就是说脸皮厚呢 至少可以让你 给你多一条路子 就是大胆的去和别人沟通 去交流啊 我之前说过 另外一个台湾女孩子 她就是几乎都是不和唐人一起 她就是为了练自己英文 二十四就是几乎是所有的时间内呢 都是在学英文 学英文 学英文 听歌也是英文 看戏也是英文 看书也是英文 所有都是英文啊 她是在这考护士的 而且并且也考出来了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女孩子啊 她是台湾人 但是她 她是因为在台湾呢 已经做过几年护士了 非常有阅历的女孩子 长得又漂亮 打理的又好啊 又肯干又挣钱 她是一个就是我从台湾 就是就是我目前为止 我看到台湾女孩子 真的可以是竖起大拇指来讲的 一个女孩子啊 就是工作又努力 然后自己保养的 又漂亮又能干啊 而且对人生又有梦想 又有追求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台湾的女孩子呢 小女孩呢 就应该向她学习 就说 挽起袖子来 能干脏活 出到业界打扮起来 能去业电 就这么回事 就是这个女孩就是 就是自己本身保养的又好 但是干脏活累活 也不怕的一个女孩子啊 非常非常好 我就说这种心态特别特别好 年轻这代呢 就是马来西亚的孩子 马来西亚的孩子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能吃苦啊 能干 而且呢 就是非常朴实 就是来到之后 就是做事情 就是 我就 你让我干什么 我就直接干 而且把工作干好 不会想些歪的 不会想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拿了钱就走人 拿了钱 就养活自己 养活家人 就是非常非常 我看到非常非常好的 这一代的孩子啊 然后 咱中国孩子也有能干的了 像我 像我就是有 几个就一直帮我做的 也就是四川妹子也有啊 然后北京的也有啊 就都做的挺不错的 也是有能蛮吃苦的 但是就 最近我碰到几个 就是这个 working 我刚才说那个 四川妹子什么呢 他们是在这读书的 读了几年书的人啊 我想可能他们的心态 也放得很好 所以呢 就是就比较扎实 一来呢 干呢 就实实在在的干啊 像那种walking holiday呢 女孩子来呢 就比较飘 就好像是 她就感觉自己真的是来 holiday的 所以呢 就做事情不够扎实 我应聘几个都不是很满意 就中国的孩子啊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心态 应该放好他 出来就是要低头干的 就是要低头干 你不干 就是要被淘汰 就这么简单啊 还有呢 因为在海外 大家伙都是工作都是非防繁忙的 你必须要做强者 不能选择做弱者 为什么呢 就说你别人可以提供资讯给你 但是你不可以依赖他人 因为在这里大家伙都忙 都不容易 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担子要做啊 所以呢 到了海外之后呢 你必须要学会自己做一个强壮的人 心理强壮的人 能力强壮的人 所以呢 不要说是 我什么都不懂 我要去 你可以问 但是你必须要学会自己去处理 所以在来澳洲之前呢 只要你的心态放好了 我觉得任何东西都不是问题 真的都不是问题 资讯呢 现在非常容易 你在网上search一下 很多东西都有了啊 什么也不用怕 不用担心 资讯问题呢 就是如果你们来澳洲 你不懂的 你可以问我 我可以给你们提供资讯 但是我这个video呢 告诉大家的就是呢 心态一定要放好了 来到这里呢 工作是肯定是辛苦的 但是钱也绝对不少挣 只要你是一个勤勤恳恳 愿意奋身去努力工作的人的话呢 你走到哪儿就有人请 永远不怕找不到工作 而且做事情呢 就是必须要 就是说真的是 很真诚的去做好这件事情 不要飘啊 不要飘 有很多现在女孩子呢 有很多真的是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家里太有钱了啊 孩子过来就特别飘 有的那个就是 甚至呢过来是 家非常有钱啊 哎呀 我说你为什么过来做工呢 我不想靠父母吗 然后过来照个相啊 照个自拍 你看我不用靠父母 我打工啊 然后就干两天就不干了 这种也有啊 我也是碰到过这种的女孩子 这种女孩子 什么都有 什么样的人都有啊 但是 呃 我呢 我非常支持孩子出来 去国外来看一看啊 来见识一下 来体验一下生活 而且呢 这个过程呢 会让你们变得更加强壮 因为当你们在海外遇到困难 你们可以一一自己解决掉之后呢 等你们再回国的时候 你们会更加就是自信 因为你所遇到的每一个困难 当你能把它非常棒的解决掉的时候呢 就是对你自己能力的一种肯定啊 所以呢 这这所以在国外的生活整个过程呢 是完全是可以给你build up 很很高的自信心啊 所以这是人嘛 就是人的气场啊 还有你做事情 关键是在于你的自信 你的就是这个气场要在这里 英文不怕 没关系 只要你够胆交流 很快就学会了 然后你和人 呃呃呃 就是接触啊 呃 只要你是真诚的 对方都可以能感受到的 干活 不要说老板看不见的 老板多黑心呢 没有老板是傻瓜 只要你是真诚的 真的是用心的去工作的话 没有老板是傻瓜 当然了 有的老板可能是他 会就是说 呃 不及时给你加工资啊 但是你就要看你自己了 你要去主动的去提 不提 那就走人 你也不怕 因为你是一个工作非常努力的人 在哪都可以找到工作 在哪里 澳洲非常非常缺 这种很勤勤恳恳 做工的人 所以呢 只要你 觉得 你的工作很努力了 你是换工作是没有问题的 啊 换工作是没有问题的 好嘞 现在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video呢 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 这心理准备了 而且呢 就不要做父母呢 不要担心 真的不用担心 在海外呢 只要他们孩子就说 呃 不会认识一些不好的人呢 然后工作呀 回家呀 比较稳定的话呢 都是没有问题的 澳洲相对来说 还是 还是比较安全的了 我虽然说讲一些 呃 讲一些什么 哎呀 要小心啊 什么 但是那种 呃 那种事情 那是很微很微的情况 点才会发生 所以呢 做父母的 也不要担心孩子出来 我觉得 我非常非常提倡 孩子可以出来闯一闯啊 因为在外边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啊 就是呃 工作上面呢 还是生活上 遇到困难呢 都不是问题 这是他们应该去面对的 这是他们出来的意义 这就是他们出国的意义啊 如果你出国了 你这事情过的 生活过的 还和台湾一样 这么顺利啊 什么挫折都没有 那你出国干嘛 是吧 你出国出来 就是要体验这种 呃 父母不在身边 体验这种挑战自我的 这个过程啊 所以呢 记住一句话 遇到任何事情 那不是困难 那是挑战啊 挑战 当你把思想准备好了 当你把事情可以一个一个解决得要的时候呢 你就会觉得 嗯 我长大了 我可以handle所有的事情了 好了 呃 祝愿所有出来打工的孩子们啊 呃 一路安安全全 平平安安啊 然后呢 然后呢 过 可以可以呃 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 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 然后呢 呃 希望你们呢 非常勇敢的去面对所呃 所遇到的所有的事情啊 好嘞 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下次再见 拜拜